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凭空地增加500年的道行 要吃还没吃 来了一条蛇 就把这汤圆吃了 这蛇一下千年的修行 自己知道得利于吐汤圆的孩子 所以等这孩子长大之后 要嫁给他以报当初这恩德 这孩子长大了就是许仙 那个没吃的汤圆 这大乌龟呢 后来就变成发海了 这个是属于我们江南的 这么一个唯美的 凄美的爱情故事 听觉上的小说的同时 这种视觉上 也会有强大的感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